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丽丝的宇宙 我们今天要来开的是RICO Finding Unicorn 寻找独角色的RICO 它这个版本呢 它这次的系列是Happy Picnic Together 也就是我们一起来春季的野餐吧 没错 我们春天 哦 已经快进入夏天了 然后这次的话呢 它总共有12个款式 然后RICO的话呢 它都是会 它不会排列的很整齐 它就是有一种 好像我们要春天探险的感觉 然后这次爱丽丝呢 就是去摸了两盒 然后最想要的话是这个 这个的话叫做TACO RICO 就TACO的话 就是我们的墨西哥那种萃卷饼的东西 然后还有左边 这个有场景组的这一个 OK 它叫Curious Coco & RICO 就是好奇的Coco跟RICO Coco就是旁边这个小兔子 然后呢 所以我们今天呢 总共会拆两只 然后呢 然后最近呢有一个YouTuber 他叫做酷 然后呢 因为他超级喜欢芋头的 OK 那爱丽丝很喜欢他的频道 然后呢 他就 芋库东西 他就跟Seven呢 一起联名哦 出了一个芋头相关的一个产品 那爱丽丝今天去Seven的时候呢 就想刚好有看到三款 一个是芋泥肉酥华尔滋 你来试试看 然后第二个这个的话呢 这个就是 那个芋泥的闪电泡芙 我这个也算是一个法式甜点的一个经典 然后再还有一杯 这个 芋泥布丁的蛋糕杯 这三个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先开挖 然后等一下再一起吃给大家看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盒 这抽到什么呢 我们先来开挖咯 哦 他这个比较不一样的 他是从后面直接这样撕的 他不是像泡泡嘛 就是直接开的 所以他就是 变成基本上就是会有一点 破坏罩盒子 就有点可惜 那打开来咯 哇 哇 哇你看Riko 我卡片先不看咯 哦 有配装弊 你看哇Riko的袋子 他今天很多 那个小毛球雷 他就是快乐的野餐 一起野餐吧 索索是个非常粉嫩少女 然后下面就是Finding Unicorn 寻找独角兽 跟Riko一起的 出的完 然后正版面的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就来开看看咯 好 好 哦 就很大只哦 3 2 OMG OMG 这个 这个是爱丽丝很喜欢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哇 他这个就是TACO TACO就是我们墨西哥那种脆饼 哇 里面料好丰富哦 这个是什么洋葱来的 里面有肉肉 然后跟两片的青菜 然后上面他就带着一个cowboy hat 就是那个牛仔帽 然后右边的话这边还有那个叫 这应该是火腿吗 还是番茄来着 然后前面他就带着一个 义克莉莉要演奏的感觉 哦 然后他整个呢 我们的TACO的这边是亮光漆的 他的那个牛仔帽 他是手感漆的超级好摸 然后我们往背后看 哦 他有一个小笑脸 然后在跟你wink 在跟你小眨眼小放电的感觉 哦 这次RICO好特别哦 他有别以往他那种比较 你看像这个封面款 这种清新少女风的感觉 他就有了一个小帅气的fuel 卡片的部分 哦 他这次的卡片竟然有做一个透明带子 去做保护耶 卡片的部分 哦 哦好美哦 长得是这个样子 他就是我们的TACO RICO OK 然后背面的话就是QRCO 跟之前的一样 这次卡片特别重本了 还有做一个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支 然后看到他都会有那个 防尾的QRCO啊 这边 然后侧边的话呢 这边还会用胶带把它黏起来 所以独角兽的话 他的合完的话 就是我们可能在开之前 要先把这边稍微割一下 就不会像刚刚爱丽丝这样开半截 然后这里呢 就有一个虚线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 抓进去 然后这边就有虚线两边 然后就把它 如果要开得很美的话 就两边先把它敲开 这样就可以了 3 2 1 哦 那个小小的放 卡片在这里 好 这样也是一个超级粉嫩的袋子 看一下艾丽丝第二支抽到的是什么吧 好 细细绣 3 5 有套子 3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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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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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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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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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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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量看起來很大一個 然後它做的一個很蓬鬆的一個感覺 哇呼哇呼的feel 對它整個包裝的那個空氣 沒有白買這個空氣 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手撕麵包 手撕麵包給大家看它的橫切面好了 皺鬆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爆炸出來 讓我們有滿足感呢 3 2 1 你看一下 它這整個橫切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上面的部分這個是芋泥 然後這邊是整個是滿滿的肉鬆 好 我們來吃一口看看好了 哇 有一辣口 哇 你看它整個 它整個怎麼攪到中間的料還是超級多的 這個芋泥呢 其實看起來是蠻好吃的 然後整個的話呢 它整個麵皮的部分呢 也都是做的那個紋理 做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OK 我們現在來吃那個芋泥閃煎泡芋 閃煎泡芋呢 在霍芋泥的甜點裡頭很驚人的一塊 一咻一咻 然後把包裝撿開來 3 2 1 叮叮 它是在那個冷藏的那一區 把它拿出來 在盤子上面 它 一打開的話就有那種很香的那個 很香那種芋泥 怎麼說呢 芋泥巧克力的一個感覺 然後整個呢 看起來的話上面那個芋泥的顆粒也蠻明顯的 然後這有看那個庫他介紹 說他們這一次呢 盡量不要染色 然後讓芋泥呢盡量呈現它原本的顏色 所以它呢 可能在麥像上面呢 就比較 不會像我們一般的那個 像包裝上面 這麼紫色的感覺 它就是比較偏有點 比較灰深灰色 好 那我們來側面來側切一下 我們的那個閃電泡芋好了 然後艾莉斯 所以先咬一口好了 來試試看喔 OMG 這個餡料 這個比剛剛那個好吃很多 哇 你看整個芋泥 哇 它整個芋泥的餡料是灌好灌滿喔 然後上面的這個巧克力的話 好像有點像白巧克力 那種巧克力霜的感覺 有點偏甜 可是它裡面的芋泥非常非常的滑順 滑順入口 這一款呢 艾莉斯覺得 超級好吃的耶 不過呢 要搭配像紅茶或是牛奶之類的 去稍微把它的那個甜度 稍微降低一點點 嗯 像這個 能在超商吃到這樣子的一個 閃電泡芋的這種芋泥甜點的話 嗯 還是會有幸福感的 嗯 覺得呢 推這一款 呃 真到了 哈哈哈 剛剛終於征服完了 我們的那個閃電泡芋 它還是對愛莉斯來說呢 有點偏甜 可是如果是螞蟻人的話 應該會非常喜歡剛剛那一道 閃電泡芋 好的 這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叫 芋泥布丁蛋糕杯 它故意做成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呢 它就是這個最下面的布丁 然後芋泥 然後這個是蛋糕本人 然後再加上一堆的 應該也是芋頭的慕斯吧 還是那個我們來鮮奶油的樣子 好 那我們就打開給大家看 我這個是59塊錢 嗯 稍微有點小高貴 不過蛋糕杯通常價位 可能都差不多是你的樣子 好 再打開給大家看囉 5 3 2 1 登將 看起來的話 你看這邊有四個 四坨 這四坨應該是芋泥啦 然後中間這應該就是我們的 鮮奶油 希望它不要太甜 因為愛莉斯其實不是螞蟻人 好 那我們就直接 你知道吃這種的 所謂的布丁杯的話 我們一定要一次給它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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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它挖到底 然後全部的料呢 全部都要一次呢 要把它集中在我們的湯匙上面 然後再一口鬆下去 哇 好吧 有趣的口感 你看它中間呢 它中間這一段 我們直接吃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強烈的 很強烈的一個空氣感的感覺 因為它就除了有布丁之外 然後中間這個海綿蛋糕呢 它非常非常的蓬鬆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 不會有一種 像那種蜂蜜蛋糕 那種很紮實的口感 但是比較空氣感一點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種很輕盈的感覺 OK 好了 我們終於把 這樣用的這本的 這個聯名產品呢 都已經全部吃光光了 那愛莉斯呢 就要吃了 橙石豆沙包 來跟各位網友們分享一下 這個呢 芋泥肉 肉鬆華爾滋呢 因為愛莉斯本人呢 這不是很喜歡吃太甜的東西 然後呢 它這個華爾滋的話 我是覺得它麵包 是有一點點偏乾的 可能微波了之後的話 它的濕氣會比較足夠 然後它的芋泥香呢 是做得很OK的 只是我覺得芋泥跟肉鬆 這種甜鹹搭配的組合 在這一塊上面的話 可能是因為麵包對我來說 有點太乾 所以就是 5分的話 給個3分 OK給3分 好 那再來呢 第二個是我們剛剛吃的 這個芋泥的泡芙 閃電泡芙這個 這個的話 應該是這次愛莉斯 最喜歡的品香 然後呢 它一吃下去之後 它裡頭那個 中間的那個內餡 就很滑順 就如果說 可是呢 它還是 對愛莉斯來說 還是有點偏太甜 所以一定要喝個什麼 無糖紅茶之類的 去做balance一下 但是呢 法式的甜點呢 不甜就不法式了嘛 對吧 所以說好吧 在權衡之下的話 還算是在超商可以吃到這樣子的等級 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OK 那5分的話呢 那就是給3.5好了 OK 喔 對不對 超商有點嚴格 好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芋泥的布丁蛋糕杯 那這個呢 對愛莉斯來說也是 嗯 好 也是太甜了 OK 所以呢 可能就是今天吃一吃 感受一下這種 法式 瓦拉克 那種 Cela V 之類的一個氛圍 就可以了 對 所以說呢 那各位網友呢 也可以 如果有看到的話呢 要嘗鮮的話 個人是覺得都OK的 那如果說呢 喝飲料的時候 珍珠奶茶啊 是喝那種半糖 或是半糖以上的話 可能會比較喜歡這種 比較還原法式的甜度 那如果說是喜歡喝三分糖的啊 三分糖或是無糖的話 這三款的話 可能就相對 尤其這兩個甜點的部分 就會有一點點的甜 OK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今天呢 看一下呢 叫做RICO加上我們的 法式的那個甜點的 芋泥甜點的開箱 就到這裡了 然後大家也可以跟 艾莉絲分享說 有沒有 有沒有吃的哪個 覺得特別喜歡的呢 那我們今天就在 RICO的Happy Picnic Together 這邊 請大家呢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OK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